在斗罗大陆的最新剧情中,全大陆高级魂师大赛决赛已经在武魂殿举行,史莱克学院与新罗皇家学院的比赛即将分出胜负,新罗皇家学院的戴维斯和朱祝云的武魂融合技被击败,戴维斯当场晕倒,场上仅剩朱祝云一人,朱祝云不甘失败,他还是要攻击朱祝青,但是却被唐三和小五联手暴击,经过了三级的比赛,史莱克七怪终于赢得了比赛, 下一场比赛是天斗皇家学院与武魂殿黄金一代的比赛,这场比赛毫无悬念,武魂殿黄金一代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一届,天斗皇家学院的队长郁天恒,副队长独孤燕的实力是最强的,应该在43级以上吧,众所周知,天斗皇家学院一队在之前的剧情就出现过,所有队员的武魂配置都是顶级属性,实力也是极强,但这一次他们的运气是相当不好,面对的对手居然是武魂殿战队, 根据独孤伯提供的信息,我们可以得知武魂殿这一支战队有3名50级以上的魂王,魂力最少都有45级以上,两队相比,前者的天斗皇家学院就是一个弟弟,在100级一告终,天斗皇家学院与武魂殿黄金一代正式开始比赛,武魂殿黄金一代明显很看不起他们,认为这场比赛没有进行的必要性了,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,在比赛前,玉天恒就想要放弃比赛,黄金一代太过强大了,唐三看不惯玉天恒,嘲笑他不配成为自己的敌手,唐三的话无疑是激将法,玉天恒为了不让唐三看扁,他不会主动放弃比赛,要战斗到最后一刻,天斗皇家学院的阵容也不差,都是最佳的阵容, 还有九星海棠这种辅助系魂师,不过对比一下武魂殿黄金一代,天斗皇家学院的实力就不够看了,武魂殿黄金一代队长协约,是魂力52级的魂王,副队长胡烈娜的魂力达到了51级,他们的魂魂高出于天恒一个,实力上差距是不肯弥补的,这场比赛的结果不用看也能猜到了,胡烈娜作为武魂殿的圣女,教皇比比东的敌传弟子,比比东把胡烈娜当作下一任教皇来陪养, 所以证明胡烈娜的天赋有多高,胡烈娜的五魂是弗力,她的颜值爆表,身材特别好,出场后大秀身材,她的能力主要是魅惑,协约的五魂是月月,是一名气魂师,她的魂力应该是在众多选手中最高的吧,黄金一代只有协约与胡烈娜两人出手了,他们兄妹两人竟然会使用五魂融合技妖妹,就是一招五魂融合技妖妹,击败了天斗皇家学院,简直就是秒杀, 天斗皇家学院五名队员顺便被甩出擂台,于天恒与德国院最后也撑不住,惨被秒杀,黄金一代太过强大了,对人看到黄金一代的表现,都不看好使爱可奇怪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